二零二三亞洲職棒冠軍爭霸賽 中職聯隊在季軍賽和澳洲隊交手 雖然一度在第七局被對手追平 但是中職聯隊在九局下 扣著郭天信的再見安打 以四比三搶勝 奪得了季軍 兩位 再者有方便 說goodbye 郭天信敲出再見安打 幫助中職聯隊在九局下半攻下 第四分 跟澳洲隊說再見 奪得二零二三亞洲職棒冠軍爭霸賽季軍 這場季軍賽由中職聯隊和澳洲交手 三局下中職聯隊率先發動攻勢 邱志成的內野滾地球 先送回本場比賽的第一分 接著在滿壘局面 合衡又二壘方向滾地球 再送回一分 趁著對方內野守備出狀況 中職聯隊這個半局取得三比零領先 澳洲則在四局上先追回一分 七局上再靠著四支安打攻下兩分 頒平戰局 中職聯隊一直到九局下半 才靠著郭天信敲安送回三壘上的張正宇 中場以四比三棄走澳洲 奪得本屆亞冠賽季軍 至於晚間的冠軍賽 日本隊也是用再見安打奪下冠軍 門邪成敲出再見安打幫日本隊以四比三擊敗南韓 拿下本屆亞冠賽冠軍 其實日本隊在前段戰還落後兩分 直到六局下才靠著高飛犧牲打 將比數追成二比二平手 延長第十局采用突破僵局制 南韓只攻下一分 給日本說再見的機會 最後就用再見安打締造亞冠賽二零霸 記者最委員專家綱綱報導